乌东卢干斯克地区天天遭俄军猛轰 附近民宅大多人去楼空 只剩下一点老人 这名将近90岁的长者只剩下猫咪陪伴 他说这辈子没看过这么激烈的战争 乌克兰记者在战火下冒险采访 沿途目睹巨大的天坑 还有各种炮弹残骸 到处有建筑被俄军轰炸 冒出熊熊大火 一台台撤离的巴士 用满载来自乌东斯拉夫 杨斯克和利曼地区的逃难居民 他们说情况不太乐观 手量上大多是老弱妇孺 他们无家可归 脸上满是惊恐 另外俄军在入侵期间滥杀乌克兰平民 又有新证据曝光 事发在基辅近郊 一间汽车经销商 监视器拍下几名俄军持枪闯入后 先找来经销商老板和警卫 在门口对话 原本俄军看似奉两人一马 只是当他们步行离开时 一名刚刚对话过的恶兵 却从后方窜出 朝他们背后开枪 两人当场中枪倒地 事实上倒地的警卫 当下没有死亡 他努力爬起身 回到办公室大电话求救 没想到俄军之后 又对前来救援的乌兵赶尽杀绝 导致原本幸存的警卫 抢救不及 失血过多身亡 家属伤痛欲绝 其他监视器拍下这些恶兵之后 还闯入其他地方 又在喝酒干杯 并翻箱倒柜偷东西 现在这些画面都成了犯罪铁证 将被进一步调查 乌克兰公部发射 独管火箭反击俄罗斯 并炸毁俄军在东部地区 搭建土桥 阻断俄军进攻 专家分析 俄军在东部进展其实不大 加上欧美军援陆续到位 乌克兰反攻力道将逐渐加强 TVA新闻 孙何报导 掌握全球情势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